哈嘍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 我是猛手叔 还是开今天的大赛牌组吐槽时间 那在改版前的这一段时间啊 刚好就刚好算是一个比较空胆的时期吧 大家对于新的牌组 可能也比较没那么有兴趣 那就来看一下这一次的无限制大赛 物与重归版本 到底有什么样的优胜牌组 然后又有怎么样的不可理喻的构组呢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精灵的部分吧 精灵这次的优胜牌组 居然只有两套连击精灵跟机咒精灵 连击精灵 构组来讲的话 嗯非常的标配 那主要的用途就是用妙族少女啊 去必拉幻影中的气息 以及自然玛娜 就可以做到一个很好的刘存灵的动作 然后到时候无配的时候 就准时用洛吉沙士爆发 搭配到各种回首 你就可以无限的一只来来来回回 然后做到一个PP魔术 然后堆出一个高斩杀之后再靠甲虫 还有就是各种的鸡翅 然后回首散杀 以这个构组来讲的话 其实它已经存在很久了 应该近期两三个版本都是这样的构组 而且新卡也没有对它说有很大帮助 有没有发现这些都是熟悉的面孔 机咒精灵方面的话 哇无限制还可以这样玩哦 主要这个构组来讲的话 然后我个人会觉得说嗯 其实要说它是一套指定牌族 我觉得也不为过 那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 现在无限制有科罗可以选嘛 再来就是你要奶血要撑的话 有死云巨兽 那其余的构组来讲的话都算是 现在的极组要有人放的 像是生魔龙兽人啊 森林之蓝 然后驯蜂妖精都是标配 然后接着就搭配到其他像是墓地巨人 天宫人马然后轮桂轮女神 庞朗的药花不就是一套偏指定牌族吗 感觉在无限制来讲的话 强度没有提升很多哎 这真的可以五胜哦 我自己玩下来的感觉是 我没有遇到这一套哎 对我就在指定才遇得到 无限制真的有这一套牌族吗 我还满存疑的 而真的你来讲的话 我觉得还满关键就是 有没有拉提卡吧 而整套牌族啊说实在的 我个人认为解场的人力稍嫌不足 你非常仰奈于就是 能不能准时进化到精英女王 呃你就算有爱丽念好了 如果你先把这些连击的资源打掉 然后触发到这个进化效果 去做到双击也是满亏支援的一件事 所以通常爱丽念应该也是自己手动 叫进化给他 那如果遇到那种五孩王啊 或者是什么大厂的话 你可能就会直接爆炸 所以前期的节奏你必须要打满 然后用做到压力来缓解 就是你受到的压力 比如说你在前期时就赶快在二费 直接目的距离而开 然后再开另外一张的机咒 然后跳出维尔达就可以开始走投了 然后之后就祈求拉提卡有没有来 主要还是要看拉提卡能不能闪念 皇家的部分有三套牌族 分别是车队连击皇 协奏皇跟快攻皇 其实就是我自己觉得皇家在 无限制的表现就是这三套 应该没有太大问题 首先车队连击皇是这版本中特别出来的 因为他搭配到了米斯特尼娜与贝莉昂 然后整体配置来讲的话 那整体配置来讲的话 就跟我之前介绍的牌族 差不多 那比较不一样是他没有放上跌倒 然后也没有放上完成 是选用了欢迎领路人跟蕾米尔 前面的构筑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 到这边这边都没有问题 就是这个蕾米尔跟这个欢迎的领路人 如果用完成我自己会觉得比较好用了 因为欢迎领路人他顶多就是冲击量的说 多给你一棵树 而且你还要缴金换点给他 然后他站在场上的死 虽然说他死掉可以帮你就是之后的 树可以做到绿排吗 但是啊 其实如果你手中打出的是向阳的邂逅的话 你就觉得你树不那么够 你可能不太会拿向阳邂逅去做到一个绿排 因为你树的数量没有到那么的理想 而且啊他也放了超多的母之慈爱 他的树真的有够吃吗 我个人觉得 哎不太好哎 再另外重点就是他竟然没有放所向披靡 还有就是二费跌倒 以及以及一费的勇武的团结 那如果他遇到准时二费下自残的吸血鬼的时候 他到底要怎么打 那个结残到底怎么解啊 他的暗黑之黑暗骑士跳出来 他嗜血站在那边 你完全没有想法 你的雷米尔跟欢迎领路人都不能解 除非你要找进化点去硬去撞他 那你米尔啊 硬角进化点去撞他的话 你就不能跳废了 所以这题来讲的话 我是觉得母之慈爱这边配的有点太高费 而且前面的选择也没有到特别好 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主流的 会放上完成的 而且啊我记得主流来讲的话 也都会去放上 里欧德 再者另外一个要点就是 另外一套跟这套比较不一样的 以主流来讲的话 应该是用老店的教编去拉管家 他也没有这样的配置 所以我觉得这套牌组 有欢迎领路人母之慈爱 然后整体来讲感觉有点妙 然后前期不知道该怎么撑 遇到一个快功 遇到一个自残应该就直接炸开了 他只能赌说你五场中 靠塞完全没有遇到自残 其中皇家来讲的话 我看选起来东西还算OK啦 只不过他玩的有点小弹东西 就是跟我印象中的认知 有点不太一样 最主要就是他选了沉默的眼价马尔斯 然后接着的话这个还可以接受 直接远珠会议塞满 等于说他就是稳拉 马尔斯跟塞拉做到一个combo 我没有想过我也没有试过 我用的是比较偏主流的 就是各种铺的 然后六费的节奏 依然会去放米斯特尼娜与贝利昂 是作为一个斬杀 那等于你就要去摆向阳的邂逅 然后可以考虑要不要放勇武的团结 可以考虑啊 并不是每个人都会放 那我个人会放还是一样 就是我比较想要去针对 自残吸血鬼二飞那一波 所以整套来讲的话 我觉得这套是更讲究于 纯面性的铺长 所以他把风神也选买 然后三费用贵族五道去必拉一跟三 五费去必拉赛拉或马尔斯 就看是两张赛拉两张马尔斯还是 呃各一只这样 然后接着的话 嗯在后期的时候跳出烟丝大将军 做到一个全面的场面 但是这种全打场的 我觉得遇到有个职业 你会非常难受 那就是复仇者 复仇者很开心跟你做交换 他说哦你的血越多 我宜家换得越开心 一直撞一直送 然后还有就是全面打场的 如果你稍微打得那么不顺一点 然后对面稍微秀一点的话 他六费可以开门 六费开门的话 你的伤害应该是灌不太进去 因为你的爆发期真的蛮慢的 炎尸大将军 即使现在再会铺好了 我个人认为可能要在六费或七费的时候 才会跳出炎尸大将军 只过我不敢保证说这套绝对烂 因为我没有试过 只是他跟我认知中的协作皇家是有点不同 如果有人试过或有人遇到这套牌族的话 可以跟我讲一下 我个人也是没有遇到这套牌族过 但我还蛮有兴趣的 因为我还蛮开心 可以看到炎将马尔斯再次出现 我自己还蛮喜欢这张牌 就会觉得说哇一直加加 一直加工好爽了 所以结论就是这套牌族 只要不遇到复仇者的情况下 我觉得是可以试试看 说不定有搞头的 还有你就是你要期望你的瞬间找还 不要先来到手上 也是大家最近跟斐兰雪 那么多这样的情况下 就是怕他前面就先进来了 来再来下一套快攻皇家 快攻皇家的话 我最近也有稍微涉略一下 因为我就是在把我的那个 灵红快攻皇再出来 做到一个改动 然后我还是会把公主的敬畏兵放满 因为一费的从这还蛮多的 这里都可以达到 你看他的曲线来讲的话是一费十五张 然后二费十张 以这样的配置来讲 他我个人是比较不喜欢这种凹的曲线 我比较喜欢是这种凸的三型的 但整理来讲 他将百姨没有太大的问题啦 战胜奥洛王三费集中也蛮强的 而你打到后期时 如果真的斬不掉时 你可以堵这个一下刚好打到头上 因为如果你都玩快攻皇家 没有办法把对面的血准时 压到8点以下的话 你真的不用玩这套牌族了 那其他的选择 还有就是抢血很关键的里欧的搭配到阿伯 那这样里欧的蹲完之后啊 当回可以给予6点伤害 那阿伯伯下来砍掉里欧的之后 又可以再做到5点的伤害 然后再加上进化点的话 哇哦 那就会再多到7点伤害 所以说光是里欧的进化搭配到阿伯 而进化的情况下 你就可以做到13点的直伤 这点还蛮可观的 但是有一说一啊 我个人认为这版本快攻真的少了非常多 因为不止超越都 有点渐渐不太怕快攻了 剩下的各种职业 还有陷务史阿 还有复仇者阿 那自残吸血鬼阿 不用多说 他们都有可能也没有到特别怕快攻 所以这套牌组来讲的话 我现今环境我也是没有看过 还是因为我无限制能打太少了 所以其实皇家的配置来讲的话 我个人是认为刚好强度就是 撤队皇协作皇快攻皇 这是我个人的潜见 接着下一个职业 巫师 巫师有分 即时巫师超越巫师跟自然巫师 首先前面这两套的话 我个人是认为很标配 就历届都是长这个样子 然后最后一个自然巫师是近期 我有特别去看过一下牌组觉得 哎还蛮可行的 但是我们等等看到的时候再做一个说明 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吉尺巫师的部分 吉尺巫师部分的话 其实也是非常的标配啊 各式的吉尺降费的牌 然后各种的智商 那依然的前面的伤害搭配到卖者 整理来讲的话就是这样啊 那要秀可以很秀 前面时大概四五费就付出一个超级恶心的什么 吉尺大场面 然后配上魔法剑随便乱插 所以整体来讲还是要看你爆发那一波 看对面解不解掉 但是这套依然会是逼近T1的牌组 差不多就是在T2左右 超越巫师以构主来讲的话 我觉得也是蛮标配的啦 稍微有一丁点不同的话 就是他选了火焰粉飞数 因为他比较高费的缘故 如果你在前期时已经拿了什么混沌巫师 食欲魔女命运的指引的时候 又进来这个什么火焰粉飞数 你就完全刷不了费了 所以很仰奈于就是前期时 你这些东西到刚刚刚好进来 而且要刚好可以打 不然的话等到 呃你只剩火焰粉飞数可以打 然后火焰粉飞数还必须要打四费跟五费的时候 因为这张牌就比较偏烂一点 那这张牌算是蛮选配的啊 有些人会觉得说 现在环境不太需要 然后我就是要追求一个超快速准时开门 所以二非会去放哨把 帮助就是快速的随机某件事 我觉得征服务师就是这个样子 反正超多人玩 技术够高 你就算有一些些小变动来讲的话 也不影响整套牌组的胜率 就一些小小东西看你自己的习惯 看能不能做一些调配 像是天使神剑 魔幻松鼠以及火焰粉飞数 最主要就是针对这三张去做一个改动 好来到这次巫师的重头戏了 我个人认为是意外有看头的自然巫师 由于现在的自然的那塔拉的大树手段 嗯还蛮足够的 尤其还多加了一个那塔拉的未来 所以整理来讲的话 你的均速应该是能在六费的时候 跳出元素的上满来力 而且你的来力跳出来之后 由于他是进入到这两场时 就会获得夹攻的效果 你能搭配到这一张最关键的乌尔德 单回合做到一个超高爆量的伤害 所以这两只的combo 就是整套牌组的关键 但是有一个很明显的缺点 就是很怕那种会减伤的职业 像是什么叙述物体啊 安息的领域啊 但整体来讲 我自己试下来这种otk牌组啊 在现金环境能遇到这些减伤的牌 就只有以上上述的两个职业 而且复仇者也不是常常都会有叙述物体 而主教来讲的话 也不是每个人都会带安息领域 玩耶拉的情况下还是比较少的 而整体构主来讲的话 也是比较死一点 也比较容易的被对面看穿说 你要怎么样去打 如果遇到比较多守护尔职业时 可能会比较难打 接着我认为我小小的会觉得说 我还是会想要把神秘戒指给放慢 因为来力进来时 你整套牌组的档次真的会 差的非常的多 看你是要去减世界云灭 减母之池爱减乌尔德 甚至是双翼天使以及花园人领路人 反正就是一张的变动 这两张牌就比较迟说 要吃到进化点才可以拿到那棵树 然后花园领路人一定要二费准时下 你才会觉得他的效益比较好 因为你只要没有下过花园领路人 三费就要开始中树了 那这样花园领路人的本身的被动效果 就没有什么用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龙珠的部分 龙珠的部分的话 那我猜一定有七排龙跟庭院 哦对 好就就是这样到 七排龙 龙的部分 七排龙很标准的配置 然后最近比较走一个就是 比较直接被致函给灌飞 所以你就去放 岩雀甲龙造成玉龙子跟撒鱼 这样是稍微走一个前期还可以撑 然后慢慢的后期也可以用兔的兔死对方 然后不走那种荒芽爆发的路线 这就是我当初在牌组分享说的另外一套主要的配置 这套牌子也会怕说你一直丢一直丢 然后后面的时候你就没有东西可以丢了 所以手牌树能不能维持也是蛮重要的 龙恩突袭 我应该还是会挂满 我个人带法 而且还有就是治愈龙骑士 哎这么好用 你这样不带满 这个气也可以补血 还是因为他觉得有啥以上是我就不要了 好吧 如果他这一三张三剑克都放满了情况下 我选取他可以少啊 少少这个少一张啊 但是气牌会亏手牌的情况下 没有太大问题吗 龙刃吐息不挂满吗 而你在前期的时候 你由于抽牌手段没有那么的多 所以你要想办法把一些资源给留下来 在战场部分的话 你只能拍眼圈甲龙 通过都会比你把他们拍出去 当一个22还弃掉一张牌 还要来得好 平安龙这个配置来讲的话就 嗯对啊就就这样这样 让公主骑士跟迷你个命法师去吻啦 只不过我个人是认为说 因为毕竟用公主骑士去毕拉 迷你公主骑士的话 你就会慢一个回合 慢一个回合可能就并不那么的理想 所以我个人还是比较倾向于就是说 如果你玩起来 公主骑士可以不用那么多张 也不用到那么多张 当然有人会觉得说 哎这个combo没有来 你就然后胜率就免贪 但是就我自己的观点而言的话 我觉得火龙之火山还是不错啦 你们可以选择看看 然后剩下的东西来讲的话 就是快速找牌手段 还有前期的各种劫场吧 天使的剑集 天使的剑集不会偏重吗 带来的效应没有特别高 而且现环境也没有说 特别多的护肤要拆吗 通常虚实物敌就带个两到三张 可是你已经有三张的吃天使剑了 还需要带到三张天使剑集吗 我个人是比较存疑的 而且整张牌手也比较怕说 如果打贡三张 前期就通通到手的情况下 你这套牌之后直接炸开 所以还是可以去考虑晒一下戒指 毕竟戒指也是一张一费的过牌 对于整体来讲的话 快速找到凤凰 找到密格林法师 都是相当有帮助的 所以我个人认为 听着剑集是可以优先去拔掉 往前放 看你要去放火龙之火山 去放戒指 都是可以的 三张真的有点浮夸啊 指定的部分有羡慕取使 是哦这个大家就很熟了 就最近多人都在玩 机械史跟海王史 海王史也算是常胜君啊 常常都会看到他 谢木曲死灵 哈哈 这个就是长得很标配啊 就长这样啊 对啊 没有什么 太高的基数含量 对吧 机械史林 这个构主来讲的话 这也是一个指定 然后非常有爱拿出来玩的牌族吗 我看一下哦 这套看起来有一丁点的神奇 因为对我来讲的话 我有一套比较偏主流的 就是我还放上葛莫瑞 然后用尼古拉 双禁端一几的方式去做到一个斬杀 这样同志间也可以去打到暴君 没有太大的问题 但是他没有选上葛莫瑞 就是要单纯的去走说 禁端一几 然后稳定吃你20目的一个套路 而且他也没有选上死冲这种爆发的手段 所以他唯一的爆发就是靠死亡暴君 然后你其实就是要一直要铺场 然后如影对方 可是啊 嗯有些东西又有点小怪怪的 像是飞香未来的 飞香未来 虽然说是一张还蛮不错的卡 但是他放在无限制来讲的话 也是有点偏重 而且拿进化点来讲的话 也没有太大的帮助 因为整套牌族啊 你去想有哪一张的从者是吃进化点 有可以拿到额外的你吗 就只有这一张 其余来讲的话 拿进化点很像都没有太大的帮助 而如果你是为了他抽虫的能力 去抽牌的话 其实你本身就有很多的抽牌手段了 会比你就是放飞香未来 5费才可以去双减然后抽 还要来的好 因为整套牌族还是要架构于说 你准时能铺多少场就铺多少场 可以尽早做出一些压力 把对面血线给压低之后 再准时用到尼古阿去做到一个斬杀 同时间也可以对目 像是如果你单纯想要做到抽率的话 去放进断与均衡不是更好的选择吗 再来就是你可以在一费时选上白骨怪客 因为毕竟如果你的白骨怪客 没有被对面截掉时 你三费主持安捏而死 还会生出激动凿绝者 对于整套牌族来讲的话 帮助还挺大的 这套真的是偏怪 最大问题是这个斬杀 没办法一回合做出OTK 没办法一回合做出OTK 你的斬杀就是会慢 慢了之后 你下一回合有可能换你死 或者是他直接奶回来 你就无法想要斬杀了 人斬杀牌就是四张 那你其实有可能会拍掉你古拉 那你拍到你古拉之后 你要怎么找他回来 就有这个羁绊的工程 如果你没有拉到你古拉 那你的斬杀又少了一种 原本胜率很高的 然后也被慢慢拖 拖到没有斬杀 然后就下去了 海王死灵 很像跟之前斬意模一样 最主要就是用公主祈祀 去必拉入场取消果的重测 然后就帮你必拉过海王 然后前期时就开到这种东西 各种的棺材然后各种棺 如果阶梯竟然没有放满 也是小妙 如果阶梯放满的话 你这一波不然被解掉之后 你下一回合还可以再开一波 维持手摆数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 你没看到整套牌已经非常不会抽了吗 但如果你海王拆了 还没有办法去抽牌的话 你之后这一波真的被解掉之后 就直接炸开了 吸血鬼部分应该很明显 就是致残嘛 致残快攻跟莫诺吸血鬼 首先狂乱吸血鬼 现在啊开始有一些人 就是会去带山羊沙嘛 对不对 一到两张都可以 然后有人会觉得说 哎恶魔哥基啊 他虽然说 可以帮你快速叠狂乱 然后也可以去帮你拿一些 还蛮不错的 可是对于某些人来讲 他配上山羊沙之后会觉得他偏重 所以会去减少他的数量 然后另外就是瓦娜的一个 瓦娜的一个就是看你环境 到底有没有遇到那种各种大怪的 如果有的话 我觉得他还是蛮必要 我个人会放 那有些人会直接把他全部踢掉 就是走一个更纯粹的 像是放魔兰 然后配上山快速运转 然后直接做斩杀 然后去放爪子 如果他这样配也没有太大问题啊 因为真的来讲 就只是抓的对局不同 然后胜率没有太大的影像 快攻吸血鬼 这个够足 哎我最近刚刚好有在玩 然后我自己觉得 哎胜率还蛮高的 目前打了一个五连胜 但是由于有点太无脑 所以有点犹豫 就是到底要不要介绍这套牌注 其中我个人认为 比较意外的选择 就是这一张魅惑的一集 因为他并不能做到一个场面 你会觉得这个随机打散的效果浪费掉 一点就是加一个从者弓吗 下来空的弓之后 如果你没有赋予到魔狼 白银剑士跟哈吉娜 还有离巫师的话 你就觉得哎 比较偏蓝不知道在干嘛 但如果能加到的话还行啊 除了我个人还比较倾向你 就是说 直接把从者很凶的东西 直接挂满 然后走一个一直及时打头 而这套牌主啊 他最特别是他 直接把杀杀杀挂满了 光靠这六张 就可以做出一个高斩杀了 当然如果抽牌手段 你不想考虑杀杀杀的话 也有很多种选择 像是你可以去选三费的艾路 三费的噩梦知识 就可以更能去搭配到预言恶魔 我觉得就各自有各自的优点啊 然后接着剩下的东西 你可以选到六费西施 还算可以接受 还有就是四费罗拉 但是罗拉就只有后手会比较强 就是直接进化打头 那如果你还要更凶来讲的话 你三费的那只狼都可以选上去 就白银剑士摆满 三费狼也摆满 就真的走一个准时一直锅头的流派 悠久的斐红 莫诺吸血鬼 这真的是我看过最长的一次优胜牌组了 整张牌组应该是追求于准时的莫诺冲出来 然后搭配到天使之拳 以及血缘探索去额外加工 然后那莫诺获得一个更高的体质 然后自体进化 直接打头 所以就没有选上了生命修复 还蛮特别的 我没有玩过我也没有遇过 但是以构主来想的话 他的爆发虽然比快攻吸血鬼高 但是就是讲求于说 你能不能准时有莫诺 很知欢迎蜥蜴 没有欢迎蜥蜴的话 你莫诺根本无法自己作战啊 那反而卡的点 会不会问题会出在莫诺啊 这可能要玩了之后才会比较知道一件事 就真的太吃炭熟跟天使拳 他有欢迎蜥蜴 这样都有达到的话 你莫诺才有办法飞起来 那伊朗也是四费直接挂满的山羊杀 跟前面那套快攻吸血鬼很像 我昨天很像 我遇到一场对面玩这一套牌座 但是他被我送上去了 所以到底强不强呢 我真的就不太清楚了 主教部分 自然耶拉跟亚特朗读 首先自然跟耶拉是蛮常见的 亚特朗读该不会是三个版本吧 三个版本那一套的套路 那等我们再来看 三主教大的以上还是自然封顶教 然后配置来讲的话 我记得我之前试的那一套 他是还有反上亚特朗读 但我实际上试起来 觉得我却觉得说 亚特朗语反而变得有点肌肉 他气费时挣扎六点血 蛮差的 而且你也无法常常保证 准时可以做出砸六点血这个动作 因为整套牌组的护服 看似放了很多 但整体来讲 你玩起来也会觉得 哎 护服有什么有点不太够 所以有些人还要去放上 天翼之鼠啊等等的 会给纳塔拉大树的手段 而如果你真的是要配到亚特朗读的话 我比较建议是 你还要去放上各种的各费吉池 那亚特朗读那一波叫出来的从者 还可以用那个吉池 屁股 会带5T头 这样可以做出比较高的斬杀 而这套是比较纯粹的 走一个自然的体系 也不是不行 但我怎么看起来 感觉还蛮容易缺牌的 那另外一个就是胜尼奈了 胜尼奈应该是无法开到四格啦 那重点应该是要开到三格 然后去做到那一个伤害 做到一个二费打子山3店 但是啊他这样的话 护服就选的比较少一点 我会个人觉得没有到那么理想 所以以期望子来讲的话 我可能会把劫师体给下放 所以你可以少个一到两张 然后去放一些 护服 护服的方面 你可以去配一费的艾亚龙的残骸 帮你逼抽莫斯扣果斯 还有可以去放备用硬的法典 除了劫师提放满以外 我觉得没有太大的问题啦 耶拉主教 我会把你维持手牌的数量 主过圣恒的执行 我个人就没有到那么喜欢 所以我是没有放到他了 而这边来讲的话 由于他放了冠敏神父吗 追求于就是有守护从这可以绿牌 他居然没有把钢剑的艺人选满 反而是把一右选满 这一点我比较不谅解啦 我比较喜欢的是还是钢剑艺人 因为毕竟他还是有个守护 他可以扛住资产 哦如果你想要追求 你要确保你的耶拉祈祷 穩定入手的话 可以去放一费的仇护服的手段 那你想要再打一个前期的高爆发的话 二费可以去放独角子 那是我比较喜欢走的路线 亚特朗图主教 据我所知 我看到了自然耶拉 比较像是这个样子 只是他会放上阿尼也是 然后父女教会 然后不去放加俄罗 然后亚特朗图 可能只放个一到两张 当然也不会放安息领域啦 那亚特朗图主教啊 就是上版本的构主啊 但现在无法砸到一回 回合十点呢 我个人认为这套牌组 应该是变得非常的烂 这次的大赛中啊 我从来没有看到这套牌组 好接着就是复仇者的部分呢 我真的很期待 到底有没有一刀复仇者 创造物复仇跟机械复仇 好啊没有啊 完全没有哎 一刀明就可以 我觉得可以啊 没有太大问题 没什么好说啊 就长这个样子 只是现在有些人会喜欢放 西费的神尾知识 可以考虑放一下 那另外一张牌的话 就是叶涅斯 也是玩起来不要看 塔能系的外的选择 机械复仇者 我原本预想应该是一套 天界之门的月复仇 那我经过我试过牌之后啊 我真的觉得天界之门那一套 真的是套太太太靠赛了 而且前期很容易直接炸开 那套胜率我玩下来的胜率不高 所以这次的优胜牌组 也没有那套 是不是证明那套牌组 真的不太行 那套牌组 那套牌组 也没有在理想中可以行的情况下 他要可以行的情况 就是你要准时用出空降战机 然后用 六费的钢琴大力之神 去做到降费 那接着的话 你就可以让你的所有的手牌 去减三费之后 去提前叫出贝尔福特跟 贝尔福特 两种的贝尔福特 然后靠那一波的大场面 直接把对面给送下去 但是这就是他最大的问题点了 你没有办法 每一场都刚好空降战机的话 你就玩玩一个回合 玩一个回合的话 你就很容易被直接开门给弄死 光是天界之门那一套 可以六费开出贝尔福特 我都不觉得能够赢了 那这一套你要祈求 你七费开出贝尔福特能够赢 好的 那我们看完了八个职业了 所以用高标准来看的话 激咒精灵不息 快攻皇家 也不太行 应该会被烤爆 这一套的协作皇家应该也不太行 因为会交流 就会被附走这里烤爆 接着的话即时超越的OK 自然巫师比较少见 先把判定为不太行 还有就是 呃气盘庭院OK都OK 羡慕 机械石跟海王 这一套机械石 机械石本身可以 但是这套很奇怪 我觉得这套不太行 海王OK可以靠塞 资产可以 莫诺的话 我觉得拿快攻好像比较理想 所以我觉得也不太行 然后接着就是 自然主教耶拉主教跟亚特朗图 说实在的 我亚特朗图 我觉得不行了 呃自然主教来讲的话 我觉得他构组也是 有点偏怪怪的 我也觉得没有到狠心 创造物复仇跟机械复仇 机械复仇 机械复仇绝对不行 大概就是这样子 供你们参考咯 如果你想要爬分的话 就可以直接复制 就随自己的喜欢 去做一些调配咯 我是羽毛粉书 我们下回再见咯 拜拜